大家好 我是阿斯卡 今天要來攻略FC的吞食天地一代最終章一統天下 剛開始還是一樣先來道具店補充一下物資 上一章遠征東吳道具幾乎都快用光了 今天要來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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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本帳的重點道具除了護身煙幕 還有這個能回復4500兵力的金仙丹 因為最終章不僅路途遙遠 連補給地點都少 一代沒有致負丹這種道具 如何節省策略值的消耗變得極為重要 很多關卡寧可肉搏到最後一滴血 都不要輕易的動用到策略 接著我們到編城所把馬帶丟進去 因為待會會有我最愛的三國武將加入 隨著等級提升 五虎將的兵力也都增加 已經超越了這些無法升級的武將 全都整理完後 有顆煙幕彈準備出發 開始一統天下之路吧 攻打魏國第一座城 廣陵城之前 必須先通過一道由夏侯淵鎮守的關卡 夏侯淵智力不高 直接用諸葛亮暗殺掉就好 好 往凌晨的首将是张辽与曹真 两人都是志勇双全的武将 由于广陵城靠水边能够施放洪水剂被打到还挺痛的 但在我龙凤暗沙流之前也是撑不了多久 统统都用暗沙解决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广陵城内与姜维交谈 一代没有救他老木的剧情 这位天水麒麟儿就直接加入了 接下来又是比较麻烦的整顿装备的时间 把庞统身上的装备全拆给姜维吧 虽然不舍但庞统被设定成无法升级 病例始终都只有3000多 无法再应付接下来严苛的战斗 今后就用姜维代替庞统吧 providers出现了 被批明了 广房令期判 amigo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atos很明る 痛得! 就 Enough souls ammo 那么 anybody 《靖 hu面》 这里的武器店能买到本作最强的青龙铠甲 赶紧买五套给先发部队换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身上东西实在太多了 把换下来的盔甲卖一卖再出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远得要命的王国来形容这章也不为过 这路途比起法无之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看要走错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攻打合肥前会先遇到一座官爱 首官将领是人称才高八斗的朝职 但说穿了 冲齐亮也只是个爱酗酒的读书人 要谈保家卫国还差得远耶 一个暗杀季就可以送他回老家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看得有点傻眼啊 合肥城竟然被简化成了合肥寨 里面还都是曹家人重兵防守 因为曹丕好像杀不掉 我只好杀曹人跟夏侯蹲 剩下的曹丕用总攻击硬拼 不过曹丕其实能力不差 会用完复剂跟暗杀剂 如果有人死了再用丹药复活吧 先省点策略值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合肥寨里完全没东西 不用进去 继续朝远的要命王国前进 在攻打汝南城之前也必须先攻克两座关矮 第一关的首将是虎暴记的统领曹修曹纯 不过这辈曹操清点的曹纯能力值也太低了 这两人直接总攻击就好 别浪费策略 死了也没关系 是单要回复 如果是继续的行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二关是由夏侯上夏侯德兄弟镇守 两人的能力值比上一关强一些 我是先杀一个再留一个总攻击慢慢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攻打汝南城前 先吃金仙丹回复一下 毕竟一路走来打了那么多关卡都无法获得补给 这是现阶段要打的最后一座城了 汝南城是曹操的儿子跟女婿正手 哎靠腰啊 一进来就先搞偷袭 曹璋是可收得的武将中能力最高的 待会一定要收啊 话说这曹王死到骨头都能打骨了 还被你们抓出来 之前存下来的策略值就是打算用在这里 别客气 让赵云一起加入暗杀行列 哎 这收获还挺大的 第一回合就杀掉三人了 一边补个鞋 一边来杀杀看草批 果然还是杀不掉 那就总攻击吧 打败曹批后 司马懿突然不知从哪冒了出来宰了曹批串位 又施展洛雷记 瞬间将我们团灭 幸好司马懿很讲武德 没娶我们小命 把我们电运之后送回最初的广灵城 如果按照原本的攻略 必须先回到长沙城找关锁 关锁才会告知破除落雷记的方法 不过我们已经从玩家的上帝视角知道破解法了 就不必花时间再跑一趟长沙 由于要从头再走一次 先去道具店把金仙丹跟护身烟幕都补一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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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好 好 好 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来到编程所 这里队伍留5人就够了 把庞统跟马良都送进编程所吧 感谢你们从第5章开始 就一路支持到现在 你们可以功成身退安享天年 记得任命姜维当军师 然后就可以朝汝南城进发 这次我们先不丢烟幕弹 看看路上能否收到张辽或曹张 当然曹张还是第一首选 张辽只是因为我觉得他头像 很像奎南署的宋江 智力也比马超高 可以代替马超 诶 送啦 说朝张朝张就到 这次运气真的不错 有时候走好久都遇不到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仔細看清楚不要按錯收到王燦 對這是曹章沒錯看還跟我要了15488斤是不會湊整數檢查一下 送吶曹章入手兵力19000多 先進程補個血交換一下裝備 接下來就丟煙幕彈一路走到汝南 請進程補個血管 請進程補個血管 再一次把血管還給你 再次裝備一路走到汝南 再次裝備一路走到汝南 另外一路走到汝南 再次裝備一路走到汝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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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决战司马懿了 要记得检查军师是否换成诸葛亮 在司马懿说出这段话的时候 要赶紧输入上下上下左右下上 成功的话就可以破除落雷记 不要按成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 柯纳米的东西在卡普空是没用的 开打前先让所有人对自己施加贝极祭 只有姜茜要不断使用侧免计封住司马懿的计策 因为司马懿超爱放计的 要是他快死的时候被他一个玩腹计补满血 那就真的回到解放前了 就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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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杜茜 字幕志愿者 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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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杜茜茜茜 诶,水哦,点尾了 最后一块拼图到齐了 我们大家都习惯念点尾 其实正确念法应该是点尾 吕不为的尾,二身尾 我们就能复杂上已成熟 我们就能够用啊 一块拼图就能够用 一块拼图到来 我们就能够用 使用尾 所以能够用尾 有点放在来 我们就能够用尾 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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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雷,尾,尾,尾 2,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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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你们这些卫国武将这么爱钱 200块的名马都不要 又是最讨厌的整理装备时间 一代最麻烦的是他的装备系统 没有一个单独的装备指令 供直接换装 都必须点道具再一个一个着装 着装完毕指令栏又会收起 穿下一件又要重复相同的动作 因为很久没完的关系 感觉有点不顺手啊 感觉有点不顺手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現在毫無懸念了 一路護身煙幕給他開到底啊 出了這山洞之後還要再進入另一個 不過這洞穴就小多了 迷宮也沒那麼複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最令老玩家們興奮的 就是這把攻擊加250的正氣級 當然是給最強的潮章裝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另外下方這邊還有六個寶箱 按照順序第一個是飛龍頭盔 防禦加90比80的亂式頭盔強一點 再來是防禦加100的最強頭盔 火神頭盔 再來是防禦比較差的金玉盔甲 旁邊這個金仙丹還不錯啊 青龍盔甲我每人都已經穿了 最後這神行服有點雞肋 都拿完後繼續前進吧 護身煙幕所剩無幾了 這裡寶箱是五神器之一的青鋼劍 攻擊加240 這是趙雲的專武 當然給趙雲拿咯 可能有人會問 為什麼我只給點尾裝備 攻擊加199的乾匠劍 沒有為什麼 誰叫他頭像難看啊 我最想收的還是張寮 好 路上還撿到一顆彗星丹耶,不錯 至此最後迷宮的裝備全部拿起,可以直接去打最終的BOSS了 攻打城流之前還會遭遇兩個關愛,正守第一關的是牛精 小時候看到他的名字,腦中都會浮現出金牛座阿爾德巴朗的身影 中文字幕提供 第二關就有點麻煩了 大魔王司馬懿直接帶著魏國嘴炮二將登場 打司馬懿永遠只有一種打法 用側免技封住他的技策 幸好姜維速度快 若是再搭配赤兔馬 應該每回合都能在司馬懿行動前先封住他 剛剛路上撿到的會心單趕快給潮章使用 正氣擠加背級擠加會心單一次能打司馬懿七千多 楊修竟然還想給我用疾免技幸好先被我封了 其實第八章要比第七章簡單些 最主要是該學會的技策都會了 尤其側免技根本是魏國強大軍師團的課心 由於後面還要再打成流程 策略只要省著點用 只能祈禱側免技能多封司馬懿幾回合 最主要是如何評價 發展中小幸運 最主要是特助散的 最主要是奇緒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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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积攒下来的策略值可以在这边全用上了 先让赵云暗杀掉李宗盛 群域交给智力更高的孔明来杀 是个两三次还是能够杀掉的最后的亡霜就没什么可怕 直接总攻击就行 打完后进程补一下血 买几个护身烟幕就能直冲最后的洛阳城 洛阳城其实就是在第二章被董卓烧掉了那座城 游戏最后又架设一座长桥回来此地这设计的不错 洛阳城前也有三道关爱 不过这些充其量只是来送经验值的 第一关的喉城流液直接总攻击就行了 再来给你打发 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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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郎 二郎 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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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關的成群比較麻煩 一定要用諸葛亮暗殺掉 剩下的兩個就可以隨便殺了 噤水 噤水 併用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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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關同樣沒什麼難度 越境、王燦、毛界全用暗殺流 感覺這遊戲企劃還是懂三國的 最後守護司馬家的完全看不見潮家人 只剩下一些三流武將 打完三座關愛後,先回城流回復一下策略值 再次回城流回復一下策略值 再来就可以把武将身上的东西卖一卖 一些比较弱的装备先搭这些东西都用不到了 除了最基本的三件武器外 其余全清空 只留烟幕弹和两个神行符就好 就直接切开门 一切永远是一切的 在学校和艾谷 人要放了 不够的 等岸 人要不要来 一切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进攻最后的关卡洛阳城 这里必须连续打两场战斗 第一战是司马师司马昭两兄弟 两人智力颇高有点难缠 用孔明暗杀技慢慢杀 两三回合应该就能收拾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完后司马懿的本队大军就会接着出现 由于姜维当军师没有侧免技难度会很高 所以我让赵云跟孔明使用归还技 这计策可以直接脱离战场回到刘备身边 失败也没关系 多放几次一定会成功 当然你想用现在的情况硬拼也不见得会输啦 但打法就是要变成先将其余武将暗杀光 再留下司马懿慢慢号 只是难度真的很大 每次快打死司马懿他都会补血 而且是补全满 所以最稳的打法还是先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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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之后先用神行符来到袁绍领地冀州城 第一站当然是先补血啦 然后来到道具店狂买会心单 除了姜维外 所有初战武将都要买好买满 护身烟幕也要让随队武将带满 记得军师要切换回孔明 更后患的是心都要打成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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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接着出城绕着围墙往上走会看见一间小屋 先前攻略荆州时 我说零零城外那间小屋 有个老头会帮我们提升一个等级 很抱歉太久没打记错了 升级的是在冀州城这边才是 一切准备完毕后就能去打最终的boss了 离洛阳城最近的是一开始的徐州城 一路使用烟幕弹朝洛阳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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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来到洛阳城 打司马懿的方法永远只有这101招侧棉剂 除姜茜外 所有武将先替自己上背级剂 然后再用会心单疯狂输出 期间姜维要一直留意测棉剂是否失效 如果还在封印期间可以帮忙打几下司马懿 大概三四回合就能干掉他了 比赛就能够出现才能缺移 弓朝洛阳前进 患者十分不容易 顶尾片和给予 Jul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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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